九月份若還是三級警戒,可以照樣開學嗎? 疫苗施打的覆蓋率大約要達到多少才能夠降三級? 這也是一個我想這個不只是台北市,我想中央一定比我更頭痛 這個因為我們國民的期望太高了 在其他國家就反正一邊感染一邊工作 國人對這種,而且我們來講,一開始我們那個大內宣做太大了,每天在什麼加零 其實有時候比較健康的想法 也許 我不曉得容許一定程度的感染,然後經濟還是照走 那你說疫苗要打到 六成以上,有效到七成 那就看怎麼辦,這個疫苗看 就看政府怎麼去弄到 至少每個人打第一劑也要一千五百萬支 這個要 這個很難的題目,坦白講 這個到底,所以說 在經濟發展跟防疫之間怎麼取一個平衡 這個實在是很有討論的空間 但是我也覺得拖下去 我不曉得,所以一開始我就策略就是說 最低成本,這樣往前進 當然,我看沈富雄跟那個沈震嵐都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覺得 這個可以討論啦,我沒有說一定 我們誰想的就對了,但是 在經濟跟疫情之間還是要取一個平衡 那有點受歡迎 真 вз非 謝謝 謝謝